在這邊 是 在這邊 補了兩制檢疫 安排得非常非常之好 陰性可以離開了 拜拜 謝謝 剛剛收到陰性 終於到了酒店 11時機鬥 5時知道報告 現在7時9 現在晚上了 好 大家看看 那班航機 我是由瑞士蘇尼西飛去香港 機上連我 是4個乘客 到香港機場 一下飛機 一定會經過這個櫃桌 就要拿手機出來 下載香港政府規定的 居安抗疫apps 後來 接著指示方向走 就要離開機場列車到另一個行李箱 這裏 就是第二個步驟 就是要出示手機上的QR Code 24小時之內有效的網上健康申報表 然後會看到一個很大的指示牌 是關於抵港旅客到達香港機場的強制檢疫程序 很清楚就會看到列明一共有7個步驟 很快走兩步就來到這裡是第三個步驟 確認你的手提電話號碼 然後有職員很有禮貌 很細心地幫你戴上電子手帶 來到這裡就是第四個步驟 要檢查你的證件 隔離酒店的預約 你的健康碼 還有就拿強制檢疫令的文件 接著織員就會給你一個很好的綠色紙牌 紅色繩子給你掛在身上 這裡終於有得坐下 都攪了5分鐘 第五個步驟就剛剛做完了 就是病毒檢測過程很快很暢順 醫務人員很細心 非常有禮貌 現在就跟著指示 走去交下樣本 這裏就是第六個步驟 這裏就是第六個步驟 要安排一個指定的地點 讓你坐下和休息 就有小食和水免費供應 火雞三文字 好 沒問題 等我去 這個火雞 拿這個吃 謝謝 接著拿這個 謝謝 接著拿水 謝謝 謝謝 KID姐有個小提示給大家 因為你要等幾個小時 試一下要求 可不可以要單邊位 坐近窗 為甚麼呢 開陽一點 舒服一點 還有你可以站在身 走動 你都不會阻礙其他人 睡覺休息 還有 大家最好穿回一對舒服 鞋子 因為要走很多路 走到腳仔都遠 才可以坐下休息 KID姐剛剛過鏡頭 用了一塊鏡 要走很遠 終於找到我桌子 可以坐下了 好 Hello 我是KID姐 現在到機場 在機場睡了三個小時 大約 做了一個強制檢疫 現在在等報告 他就有三文字直 挺好 安排得很好 一切很順利 安排得非常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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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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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